第三千四百九十集 叶少阳不愿多谈这件事 大家都到了之后 就等着盗锋了 因为有锐冷玉的缘故 小九刻意离叶少阳远了点 每天都是跟瓜瓜在一起待着 叶少阳看得见 但也没什么好如意 好在只过了两天 盗锋就来了 大伙又聚在了一起 商量如何解开赤油的封印 你学到了天海书了是吧 叶少阳开口就问盗锋 废话 不然干什么来了 叶少阳大喜里口气说 这么说 小续还真是大地转势 盗锋也懒得回答 这个明白着的事实 大伙也都吃了一惊 那他现在人在哪 在干什么呢 一个人游荡着呢 盗锋轻描淡信 结束了这个话题 然后一起进入山洞 来到了停放着赤油观果的地方 也是小会有心 这段日子一来 带领族人在山体上 开造出了几道狭长的裂缝 能够直接通往外面的山洞 这样一来 里面的气息流动 能让人常待在这里面 他们大乌仙家族 还在这里建了很多 半永久的建筑 一些祭台和坛城 本来是用来加固封印的 结果它没有开关 这些也都用不上了 小会让族人们都撤了出去 只留下了他们一行人 叶绍阳打开了 从内地买来的强光兽电 让光源散开 对着那口巨大的观果 照了过去 那观果上贴满了灵符 都是叶绍阳当初贴的 为的是将棺材里散发出来的 那股恐怖的能量封印住 这种能量普通人难以察觉 但是对于鬼妖狮灵来说 就像是饭菜的香味 能将它们吸引过来 在这里做潮 要怎么干你说吗 我一个人可干不成 天海树需要六个人 方才能施展 到时候我教你们 岛峰的目光在大家的脸上移动 点着名 叶绍阳 和尚 白梅 我 小九 这便是五个 还缺一个 我不行吗 林三生问道 你的实力太差 道方一点都不客气 林三生怂了怂肩膀 他是智力型的 这些年一直掌管着大军 经营方略 个人修炼的时间是没多少 实力也没什么长进 但他当初的实力 也是不俗的 小慧本来还想毛随自荐的 听道风说 林三生不行 自认自己实力比得强不了多少 干脆就不说了 雷冷玉说 不这还我吗 道风看了他一眼说 你还有别的任务 我找公子来吧 雷冷玉盲问自己有什么任务 道风并不回答 说道 开始吧 我去找公子 你们先想办法 把棺材打开 开棺 这是第一步 这棺材外面 套着青铜的果 十分的沉重 叶朝阳在侧面敲了敲说 这东西怕是有上千间 没叼车 是不好弄的 四报说道 你竟说大实话 你怎么不说 开个挖掘机过来 直接把这给铲了呢 滚你打一打 叶朝阳被他杠得没话说 小慧说 我有个办法 叶朝阳忙问他怎么办 小慧笑道 我们苗人世代住在山里的 需要盖房子什么的 外面的车马都进不了山 所以老祖宗 发明了自己的办法来应对 不然古代山里那些建筑 都是怎么盖起来的 于是大家一起出山 小慧找了几个护法长老 商量了一下 选了一批精感的小伙子 上山伐木 送到洞里去 又有一些女子在山上砍下不少的树藤 剥了皮 搓成非常结实的麻绳 也送到了山洞里去 天快黑的时候 叶朝阳一行人进入山洞里砍 发现在棺谷边上 已经搭起了一个 纯烤原木制成的 足有三四米高的机械 小慧给他们讲解了 这机械的原理 才知道 这是用来起重用的 用的就是杠杆原理 在这个时代 还能见到这种 纯手工的大型机械 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晚上大家吃饭的时候 刀锋带着公子一起回来了 虽然之前叶少阳跟小九说了 杨公子复活的经过 杨公子也知道小九回来了 两人见面之后 还是十分激动 互相拉着手 聊了好一阵子 什么时候行动 叶少阳问刀锋 吃不宜迟 就今晚吧 刀锋教他们 施展天海术的诀巧 与一般的法针 也没太大的不同 先作法引起 一分为六 分别是 风 火 雷 水 盐 冷 六种属性 以风为主 六人一起做法 将这股能量 分而不化 一面压制赤油 免得它暴起 一面牵引能量 一丝丝 附着在穿心锁上 将诅咒之力 刻印在上面 叶少阳听完船摸了一番说 这个说难倒也不难 这就会不会有意外啊 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的 道风说 所以我才要找你们五个实力差不多的 成功率也就会高一些 那那失败了会怎么样 四宝有点不放心地问他 失败了 赤油就自由了 后果怎么样 你们自己知道 大伙面面相去 赤油 毕竟是上古邪神之手 当年跟轩辕胜利对着干的 这实力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这万一毫无约束地把它给放出来 再加上无疾鬼王和明和老祖 就这三人不联合起来 那也是全魔乱雾 三界再无宁日 想到这 叶少阳顿时感觉压力闪大 抬头对着道风说 你有几成的把握 你要几成 这也是我能要的吗 我还要十成的 你想过没有 这要出一点意外 赤油一旦自由了 人家 可能就是伤灵涂炭呢 道风也没回答他这个问题 晚上吃饭 道风让他们先休息 说是要等到半夜十一点多才动手 那个时候是日夜交替的时候 天地间的灵气最沉 做法的成功率也高 而且现场还需要做一些准备 道风亲自到现场指挥去了 其余的人吃完饭聊了一会儿 也都各自回去休息 小九跟杨公子找了个地方聊天去了 叶少阳吐纳了两个周天 但是心绪不宁 仿佛要出什么事 心情烦门之下 到外面去透气了 锐朗玉也跟了出来 陪在他附近散步 深夜万速聚精 因为是冬天 连个虫子叫声都没有 只有不知道 哪里传来的匆匆的流水声 听着很深怨耳 两人就信不 朝着流水的方向走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